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手。 总有那么些人,他们迷恋动漫里的世界,就像谢霆锋,他一周当中至少有两到三天要放着动漫才能够睡觉,或许在那个世界里他能够通过歌曲的旋律感受到与现实中不同的美好和机遇,动漫里歌曲大多是没有歌词的,所以有人说也就是因为这样才好听,但国内很多歌手为这些旋律填色之后,再经由专业歌手唱出更能抒发感情,治愈心灵了。 比如周深,亲爱的旅人啊,周深,这是周深对于千语千询的真挚情感,原本的渠道结合动漫场景会让人觉得如同沐浴,暖阳般温暖,而现在这首曲子经过周深的填词和演唱之后,空里的声音飘荡在空中,你似乎能够听到鸟儿的和声,海域远处正在喝水的小羊。 宫崎骏在《千语千询》里面说,人的一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在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的时候,即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 这首歌是献给正在路途中的旅人,也是献给陪伴你我的人,少年这一段天真浪漫的岁月仅以此歌献给你,可他爱着这个世界周深,你听歌曲里边藏着一颗热爱着你的心,安静舒缓的曲调,歌词里面光怪陆离的空间,有着人世间普通却又珍贵的柔情。 周深独特歌声里面的温柔,为我们推开另外一个世界的大门,那段光芒直击内心耀眼而又温暖,流浪的时光里与你擦肩而过,没能开口说话却明白彼此牵默的孤独,故事中的那些画面飘渺却珍重,也许是因为你不敬意的一个笑容,霞光当中我们心中所缺失的都会找到的,你听着友人帐中生命不息的耐动置身于和睦春风之中,和周深一起相识于这份感动吧。 一期一会,周深,这首歌是远行前最后的告别,前方那片碧海蓝天,你看到了吗?那是我们即将吩咐的远方,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但我始终感激相遇,感激那段嫩不长久的日子里有你。 下午三点半的阳光,我们并肩前行,脚下是熟悉的鹿,神偶是拉长的影子。周深的歌声里面,无论悲喜忧伤,唱的都是回忆,上年终将成长,他们会如我祝愿的那样,成为太阳,这是周深最温暖的期许。 在这生命场合当中,所有的误解苛责,全都以笑而过吧。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愿你此生无忧,离别也是重逢。 你曾这样问过,周深,你曾问过我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吗?更加坚强,更加善良?你会啊。 那深情的嗓音唱出最深刻的词,一字一句将父亲对女儿生成的爱意刻画。 这首歌稍稍有些特别,它不属于哪部动漫,只是一个很美的故事,是因为父亲要告诉自己,即将逝去的女儿,我会坚强。 纵使前路崎岖,依然不停向前,旁步大雨,也能够展翅高飞,这是梦中你最想成为的人,这是你生平未见,却仍然向往的面貌。 因上帝与人类都生来寂寞,于是我们相遇了,多美的词啊。 这一生你看过了山河凉阔,感受了岁月温柔,便懂了爱与执着,千万人之中,即使一无所有也带着你的骄傲,往后余生不止悲伤,更要坚强。 周深的歌声里,你能够听到太多的故事了,像是你对他的爱与执着,他对音乐亦是如此,快要对周深的声音沦陷了呀。 这些动漫中的中文歌曲,有哪一首感动到你了吗? 此外,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周深终于成为乐坛的一匹黑马。 在参加《青春海游记》这档组节目的时候,周深的话,引得是人们十分心疼的。 这个二十出头的少年,就是说他从小到大,基本上都没有人说过比较喜欢他,连一句你真是个装人喜欢的孩子都没有。 这导致周深从小就有一种觉得自己很渺小的感觉,当自己在生活当中碰壁的时候,周深甚至会想,大概别人会觉得这也不过如此,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这是在自己的心里边,留下了很深的阴影,所以周深在与别人讲话的时候,他会注意到自己的每一句话,生怕哪句话惹着别人不开心了。 这样的生活方式其实是特别累的,每天如履薄冰,自己又很喜欢大家,有时候又太怕自己太过于喜欢大家了。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周深是一个舞台上的王子,大家们也都非常喜欢他的歌,喜欢他的憨厚,可爱。 但在周深青少年那会儿,由于自己的嗓音的独特被别人嘲笑,这也给周深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我们要学会包容别人的缺点,发现别人的优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毕竟人无完人。 找到别人的一个缺点,甚至只是因为别人在某些方面与众不同,就开始对他人进行疯狂的嘲讽,这是一件很没有素质的事情。 谁没有一些缺点呢?更何况,周深只是在声音方面与他人不一样而已,连缺点都算不上,那别人有什么理由嘲讽他呢? 做人要学会,为人处事,总是拿着自己的观念去指责别人,学会包容,学会理解,这样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面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由于在学校期间,自己的声音被很多人嘲讽,后来周深只要一讲话都会害怕被别人笑话,但由于周深对于音乐十分热爱,也十分擅长,于是周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参加中国好声音。 刚上舞台开始讲话,台下的观众就开始稀稀疏疏的讲笑笑话,大部分人都在对周深和女生相似的声音感到疑惑。 周深看到台下观众的反应心中压力也变得更大了,但热爱便是最大的动力,尽管质疑声此次彼伏,但是自己的梦想最重要。 周深选择用自己独特的嗓音去奔赴自己热爱的事业,就算被质疑被嘲笑也没有关系,只要自己走得够快,耳边的风声就会盖过这些显眼岁月。 周深凭借着自己独特的嗓音成为这个时代乐坛的一匹黑马,不断发行自己的歌曲,在当代乐坛之上,凭借自己的拼搏努力,开唱出属于自己的一番新片地。 一首首鼓风乐曲,逐渐引了音乐的潮流。周深在演唱歌曲的时候能够将自己的情感完全地带入到音乐当中去,甚至让自己的整个人都陷入到音乐中,每一句歌词都带着自己由心发出的感情。 很容易就能够在观众群中渲染开来,能够将悲伤的歌曲唱成一首,悲伤的故事,把自己带入到故事的主人公,自己的思想情感也顺着故事的情节此起彼伏,演唱的音乐中也包含情感。 一首音乐的灵魂就在于情感,没有了情感的音乐就是一副躯壳,没有哪个人会喜欢一副僵硬死板的躯壳,只有将情感注入到音乐之中,这首音乐才能够算得上是一首好音乐。 而周深在这方面做的非常好,非常自主的就能够带入到音乐中去,不得不说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真的很高,毕竟天才是有1%的天赋和99%的努力构成的。 虽然周深在音乐方面很有天赋,但他并没有因为这些天赋而沾沾自喜,觉得不可一世,反而是低头苦练,努力拼搏,严格要求自己用自己挥洒的汗水来浇灌梦想之花。 也正是在自己的汗水浇光之下,周深的梦想才能生根发芽,摘放出生命中最灿烂的花朵。 光鲜亮与的背后,永远都是刻骨努力,抬上一分钟,抬下十年功。 在现如今这个社会之上,能够有能力的人数不胜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比自己能力强的人永远都多很多。 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要努力。 不要只把眼界放在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要学会放眼望世界。 多看看那些更优秀的人,他们比你优秀,还比你更努力。 反思一下,你有什么理由不努力拼搏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